傳統糕餅 你最喜歡吃傳統糕餅什麼口味 通常都是吃綠豆碰吧 但其實大家對於傳統的糕餅 應該都會覺得 口味很甜很膩啊 所以其實很喜歡吃 但是我們今天就要來挑戰 自霸各種品項的傳統糕餅口味喔 剝開酥餅飽滿內餡讓人食指大動 中家寬評北京網紅主持人金針與金魚 品嘗傳統大餅美食 發現比一般大餅縮小四分之一 卻有著不凡美味 第一顆我們先來吃 最傳統常見的紅豆餅 它裡面的紅豆餡是蠻厚一層的 我覺得很好吃耶 它完全不甜耶 剛剛好的那種 而且它的餅皮是完全不會乾的那種 這真的紅豆沙 紅豆做成那種 現在不是有很多化工的紅豆嗎 但是這個是真實的 因為它的顆粒感還蠻重的 好驚豔喔 接下來我們吃第二顆綠豆 綠豆也是超常見的 而且我很常在麵包店的架上就會看到它 沒有在分季節或者是那個節日 就是一定會出現這個 它好酥喔 切下去的時候 每一層會這樣子一直一直分開來 品嘗八種口味的酥餅 每一種都讓主持人相當驚豔 尤其內餡飽滿 一到話下香氣順著刀鋒飄散出來 就是一種享受 吃的第三個口味呢是地瓜 地瓜很特別耶 很少這種糕餅會包地瓜耶 大家對於這種那種傳統的糕餅印象是不會太好 很乾 很肥 很膩 很好吃耶 它地瓜好甜喔 可是它是真的地瓜甜的那種 我覺得它的地瓜是烤地瓜的那種地瓜味 真的滿嘴地瓜味 是烤地瓜的那種味道 好厲害喔 好香喔 第四顆 我們要吃的是芋頭 最近很常見到芋頭的飲料耶 我覺得芋頭好像越來越 氾濫在大家的胸圍那種 芋頭有些是假的 有些是香精的 對 沒錯 但它這個芋頭看起來就是很真實 它沒有什麼變色 它就是芋頭的顏色 對 好香喔 用聞的就可以有滿滿的芋頭味 不吃芋頭的人 麻煩加入我們正宇 快點一起來吃芋頭好嗎 芋頭真的超好吃的 不論芋頭 地瓜還是紅豆黑芝麻 全部都真材實料 且餅皮越嚼越香 還有咖哩口味 不只香 主持人也認為很適合小朋友吃 台灣人真的很有創意耶 你再切我就聞到味道了 超香 而且它連餅皮都是 不是只有包咖哩 餅皮也是咖哩味的 濃 超濃 超濃 好好吃喔 我覺得很好吃耶 它不會很鹹的那種 我覺得小朋友也會喜歡這個耶 但它又有點甜啦 因為它畢竟是糕餅 好的 剛剛我們吃完這麼多口味的餅 有沒有翻轉你對傳統糕餅的印象 我覺得真的滿厲害的耶 傳統糕餅大家都會覺得 喔 餅很大啊 不喜歡吃啊 完全不小 這個真的完全不會 而且每個的尺寸都是剛剛好 一個下午吃一小顆兩顆這樣子的 就可以每個口味都吃到 對 就不會有選擇的障礙了 將傳統大餅縮小分量 內容食材維持不變 反而創造出新一代的口感 不只顛覆對傳統大餅的印象 還能成為下午茶點心的新寵兒 記者吳永傳 套務員報導 謝謝大家